平和而执着 谦虚而无谓 杭州亚运会 一个青春洋溢 笑容灿烂的女孩 走进人们视野 镜头前的她 扎着高马尾 身穿运动服 不疾不徐 落落大方 浑身散发着朝气蓬勃的力量 很多人说这个女孩 是本届亚运会颜值最高的火炬手 周身的光亮 仿佛能照亮身边每一个人 这个女孩名叫冯玲 复旦大学研究生 是一名专业主持人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要靠才华来闯世界 1999年 冯玲出生于浙江海岩 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一位辛勤的司机 母亲则是一位 全心投入家庭的主妇 冯玲之所以能成为 如此出色的人 与家人的细心培养和无条件的理解与支持 密不可分 2018年 冯玲以607分 浙江省综合分排名第二的成绩 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 波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你所看到的经验都曾被平庸历练 冯玲说自从决定走波音主持的路 他就把董卿当作了榜样 一直坚定地朝着榜样的方向努力 少年应有凌云志 当其骏马踏平川 在别人还在迷茫的时候 他精进学业 也获得事业 如今 我们看到了他盛开的模样 其实 在进入校园初期 冯玲也曾一度地自卑 迷惘 自我怀疑 甚至失去方向感 因为他发现在众多有天赋的同学中 自己实在是太普通了 几次学校电视台的面试选拔 也落选了 迷茫 伤心 失落 各种低落情绪曾久久挥之不去 但这个由骨子认进的姑娘却未曾气馁 而是屡败屡战 愈挫愈勇 于是 学校里的各种文艺表演 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 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公共活动 锻炼自己的现场反应能力和心理素质 他还抱着学习的态度 参加过主持有心人节目 没想到竟然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百事TV人气奖 现场卓越的控场能力和专业素养 连向来客观公正的杨岚都赞不绝口 可见冯林的主持功底是真到家了 他无需再像大一时那样心里没底了 然而冯林真正迎来他的高光时刻 还是在从三千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 担任领诵元时 当时他是首次参加如此隆重大型的庆典 然而冯林却没有丝毫的紧张 只是因为他在背后付出了太多 一切都非常娴熟罢了 在参加领诵活动前 冯林已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训练 每天除了要反复练习领诵词 还要进行站姿仪态和摆臂练习 期间冯林受了差不多整整十斤 但他并没有觉得辛苦 反而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最终冯林凭借着自己嘹亮的声音和阳光的笑容 被称为最美领诵元 而这之后 冯林的人生也仿佛开了挂 2021年11月底 冯林以特邀讲述人身份参与了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录制 第一次尝试接触了历史类节目 录制过程中 思绪来回在现实和历史穿梭 冯林第一次感受到课本之外的历史的魅力 后来他回看节目视频 发现自己还缺少历史的讲述感 于是开始思考如何在不断的主持中慢慢退去学生气 没多久又参与了北京电视台互动真人秀博物馆之城录制 节目中他跟着管理的老师走进库房 与跨越千年的历史文物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也知道了中轴县里所蕴含的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于是真心希望中轴县早日身移成功 2021年12月以实习生身份 与知名主持人同台主持2022东方卫视跨年盛典 2022东方卫视春节晚会又惊艳了一把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宝藏女孩 2022年 冯林担任了北京冬奥会城市志愿者形象大使 同时成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手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冯林还担任了张家口颁奖广场的中文播报员 同年6月 冯林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和著名主持人张绍刚 搭档主持的中国传媒大学2022届毕业典礼 2022年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 冯林又以82.8的高分推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专硕 开学典礼上冯林身着唇白衬衫 神采奕奕 作为新生代表发言 同年冯林被邀请担任家乡海盐文明大使 大气如海 淳朴四言 她希望能够有更多人看到美丽的海盐小城 体会家乡人民的热情淳朴 此外 冯林还参与主持了2022中国海盐南北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晚会 舞台上的她明眸好齿 一席红裙 婉约大气 前段时间 冯林在电影频道周末黄金时段的夹片《有约栏目》 清洗亮相 主持前大量的准备工作 让青春活力的她在整个主持过程中侃侃而谈 游刃有余 她还搭档著名主持人陈陈主持了东方卫视的《追梦20年》综艺篇 舞台上的她台风稳定 主持大气也越来越成熟漂亮了 如今的冯林学业有成 事业开花 这跟她自始至终努力的向上生长是分不开的 冯林在社交平台写下过这样一句话 一棵树只有一直往上涨 才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高度 不要害怕失败 没有资源和平台的时候 就要自己靠时间去慢慢积累 这个世界总有人比你优秀 也总比你更努力 你只要专注自己的成长就好了 即使不辞辛劳的付出 暂时没有收获 也不要灰心和放弃 因为这些付出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答案 玫瑰终会在时光中盛开 从幸运女孩冯林身上 我们看到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的宝藏 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 只不过你自己才是那个打开宝藏的金钥匙 让我们像冯林一样 做不被定义的自己 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 勇敢地发光发热吧